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约第约方大会 第十五次会议宣布 中国正式成立三江园 大熊猫 东北虎豹 海南热带雨林 武夷山等 五个第一批国家公园 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 涵盖近30%的 鹿域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植物种类 苗类的天堂 大自然天爱有家的证据 动物才是这儿的主人 生命真是充盈着 每一个角落 人间仙境 眼底收 央视综合频道 政大综艺 动物来了 推出五期特别节目 深入五大国家公园 走进美丽中国的 自然瑰宝 探索生态保护的 中国智慧 不看不知道 将云 将云其妙 我们的特别节目 国家公园系列之 生命之园 什么地方担得上 生命之园 三江园 国家公园 这里地处遥远的西北 怀抱青藏高原 是长江 黄河 和蓝沧江的发源地 真的称得上是 生命之园 现场一位各位介绍 我们三位嘉宾 首先欢迎 中科院植物所 北京植物园执行主任 叶建飞 欢迎中国科学院 动物研究所 国家动物博物馆 副馆长张静硕 我们的动物观察员 刘浦 欢迎 嗨 大家好 同时呢 咱们掌声献给现场 14位坐镇的观察员 大小朋友 欢迎你们 黄河 长江 蓝沧江 对于中国来说 具有非凡文化意义的河流 源头在那里 今天我们就到三江园 一探究竟 大家好 我是刘浦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 就是三江园国家公园 现在大家就跟随我 一起走进 美丽神秘的三江园吧 三江园国家公园 位于世界第三级 青藏高原的腹地 是长江 黄河 蓝沧江的发源地 它还有两个之最 是世界海拔最高 中国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 规划面积有19.07万平方公里 丰富的水资源 让它成为我国重要的淡水供给地 素有中华水塔 亚洲水塔之称 这里平均每年向下游输送600多以立方米的源头火水 长江总水量的25% 黄河总水量的49% 和蓝沧江总水量的15% 都来自于三江园 正是因为如此庞大的水量冲击 为长江中下游平原 华北平原 以及东南亚的平原地区的人民 种植生活提供了基础条件 庞大丰富的水系 不仅养育了数亿人口 也孕育着各类珍稀野生动物们 这里是野生动物的天堂 三江园国家公园内 有野生动物125种 素有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之称 藏羚羊自由奔跑在晨雾山西中 雪豹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 也只是只爱撒娇的大猫咪 藏羽林抬起漂亮精致的小尾巴 再为山川风月鼻心 三江园的水质至关重要 那要怎样判断水质的好坏呢 这就要说到我们的指示物种 欧亚水塔了 它们对生存条件可谓是十分挑剔 对水质清洁也有着极高的要求 有着生态监测小卫士之称 平常以鱼 蛙等水生动物为食 是个无肉不欢的小可爱 近年来 欧亚水塔在三江园地区频繁现身 聚集七夕 它们行踪隐隐 却生性激景 但是青海省玉树州州府节骨镇流淌的 优质水源 还是吸引了这些灵巧机密的家伙来定居 形成了人在桥上走 水从桥下流 水塔丛中盲穿梭的和谐景象 欧亚水塔选择将三江园作为它们的栖息地 恰恰证明三江园的生态环境正全面文部向好 以及三江园的河流生态系统处于健康状态 三江园也是各类珍稀野生动物们 自主选择赖以生存的美好家园 好壮美的画面 这就是我们的三江园国家公园 咱先来一个问题 你们要准备接招了 听听 三江园被誉为中华水塔 那么你们知道 这里的江河最初水源来自于哪里吗 选项A 地下水 选项B 雪山和冰川融化的水 选项C 山地降水 选项D 海洋水汽 来吧 请举 炮 大部分人选B 它地处高原地区 所以那边的雪山会比较多一些 所以降水一多了的话 每年到了较热的时候 它肯定就会有很多的雪融化出来 所以我想它的水源 应该是来自雪融解出来的水 那么究竟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我们听听专家老师怎样解析这道题 应该选B 来自于雪山和冰川融水 好来 给自己先鼓掌 大部分人都对了 大家都知道三江园被称为 咱们中华民族的水塔 在咱们中国东部 为什么这么温暖湿润 有那么多茂密的森林 其实在全球的同围都地区 很多地方都是荒漠 正是因为有青藏高原 这一台屏障 我们的太平洋的这个暖流 暖气一直往上飘以后 遇到山以后很冷 就在那里凝结 就会下雪 中年就得盖在这个雪山上面 你看人家格局多大 一下你就放眼全球了 过去的话 所有的文明的起源地 都是在河边上起源 所以人要依赖于水源 它都是中华水塔 你想它是根源之根源 所以它那个根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寻根追溯会发现 实际上我们要依赖于这个雪山 依赖于冰川 而且更重要的价值就在于 它13万平方公里 这是超过很多国家的面积的 我们划定一片这么大的区域 当保护地 当国家公园 那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公园 像三江园这么大 所以它所保存的典型的生态系统 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它具有世界意义 不光是它的这个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它其实虽然少 但是它很独特 其实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步入到 我们中国自己的国家公园去看一看 我觉得那是真的是太美的地方 美好的一个处境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行走 下面去到的地方 可可西里 一般提到这个词 大家心里面都会觉得 荒凉是一定的 还有一些危险的感觉 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故事 但是也别忘了 自然造物的神奇 这里还有高原的精灵 藏灵啊 藏灵就在那里 同样又守护着他们人 也在那里守护着 多美妙啊 但你去到实地 看看这份守护 意味着怎样的担当呢 来走进他们的日常 沿着长江源头正圆 陀陀河向东两百公里 就能到达广阔又荒凉的 可可西里 这里平均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 这里就是高原精灵 藏灵阳的天堂 哇 终于到了 站长好 站长好 你好 你好 我叫刘福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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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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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西德雷 扎西德雷 好 这里就是咱们 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索南达解保护站 对对对 现在我们的海拔是 时间四百七十九 一九九四年 索南达解为了保护藏灵阳 一人同十八名偷掠者枪战 英勇牺牲 为了纪念和延续 索南达解的英雄精神 一九九七年 在可可西里建立起 索南达解自然保护站 作为可可西里反偷猎工作的 最前沿阵地 大力开展反盗猎 反盗猎保护藏灵阳的工作 龙州财家 现任三江源国家公园 可可西里索南达解保护站 副站长 十六岁就来到了可可西里 已经坚守反盗猎 反盗猎 以及救助藏灵阳的工作 十五年了 这边就是我们这个 学山反盗猎的一个照片 学山途中的一些 遇到一些沼子 因为可可西里里面 沼子路特别多 然后就是现车 挖车这种 经常会发生 有可能我们就路边 开着车进去的时候 但是到可可西里面 差不多就是人扛着车 然后再坐 藏灵阳是青藏高原的特有物种 它们喜欢群居生活 每年五月至七月 可可西里的藏灵阳们 便成群结队地 前往浊乃湖等地 缠载 缠载结束后 母藏灵阳带着年幼的 小藏灵阳回迁 当有捕食者 对藏灵阳群进行攻击时 就会有小羊 与妈妈走散的情况发生 或者不幸受伤 被遗弃 索南达捷保护站的队员们 在寻山时便将迷失的小藏灵阳们带回 暂时充当奶爸 悉心照料 直到它们能够独立生存 这就是我们的羊间 现在有多少只藏灵羊 现在这里面有七只 有七只 都是去年救助的 对 去年救助的 那今年救助的有多少只 今年救助的没有 为什么呢 像这个藏灵羊的话 都是这个跟母羊失散的 还有这个母羊被狼吃掉的 有这样的救助下来的 所以这反而是一个好消息 对对对 没有救助 反而住给它自己 是可以生存的很好的 正是因为保护站站员们 日复一日的坚守 自2009年起 可可西里再无盗猎者的枪声 目前可可西里藏灵羊 种群数量已达到了七万多只 藏灵羊保护等级 也从兵威物种 降级为禁威物种 我看到了 看到那边好多那个 应该是藏灵羊了 对那这就是我们去年救助的 这边是一岁的藏灵羊 对 越寒越远怎么办呢 这些小藏灵羊真的太可爱了 对 而且我觉得也真的特别为你们感动 能够为了保护它们做到这样 其实今天我们来这里也非常想 看能不能为这些小藏灵羊做点什么 力所能及的 可以 我们这边明年还会有藏灵羊 然后那边有个小圈 我们去维修一下它吧 可以 给小藏灵羊 给它搭建一个新的小家是吗 它里面的一些草我们晒一下 好 这事我擅长 走 把这个甘草 甘草 涂到里面去 给它加厚一点 下雨了以后它湿了嘛已经 好 来了 好 你再用这个 平一点 耙子 稍微弄平一下就行 这样是吗 就这样 往里弄一下 好的 就差不多了 可以吗 可以可以 好的 这应该是专业的 专业的 这新家终于完成了 但是现在你们看太阳也出来了 大家都知道 小藏灵羊是吃妈妈的奶长大的 那么它们长大后 成年的藏灵羊是只吃草吗 我也纳闷 怎么出这么个问题呀 羊不就吃草吗 对吧 咱好好回答一下 成年藏灵羊只吃草吗 请给出你们的判断 请亮 来 那笑脸呢 就是只吃草 红脸呢 就是不知道 这回你来说说吧 我觉得 这个羊 它不能光吃草 我觉得它可能 也会吃一点果子 要不要吃点西餐呢 这个就不 搞福利吃点果子了 我觉得呢 它不仅吃草 而且它需要吃一些盐 我觉得 它肯定不止吃草 因为刚才片子里 只看到它吃草了 但我觉得它需要 营养更全面一些 其实要让人家博士 挑毛病的话 咱都不一定能叫人家 藏灵羊 叫藏灵 大概是OK的 是是 我每次都说藏灵 从来不说藏灵 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如果让您答这题 您怎么答 在我的认为 可能就是植物 植物性的 都叫草 但是也也可以定位什么 比如说植物 可以分我们分 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 草本植物是被敌矮的植物 木本植物是树啊 灌木啊 刚才大家回答的 也非常的全面 有人说它吃盐 还是吃果子 在三江园这个地区 它的整个植被 还是以草本的植物为主 因为那个地方太寒冷 太干旱了 它长不了大树 所以这个藏灵羊 它肯定主要是吃草的 然后它也会吃一些 灌木的叶子 甚至整个的枝条 它都会吃 它有啥吃啥 它们家周围 就这么点东西 它只能去选择性的 这个好不好吃啊 它主要是洗食的 然后有的是 叫救命性的 有的是叫 就是玩着吃 就闲着肉 嚼一嚼 它可能就不好吃 就吐了 就是那种 所以分成几大类吧 三江园国家公园 那有哪些 是代表性的植物呢 咱们植物里面 讲这个 建门高木棵树种 也别太专业了 像这个 像这个 这些主要就是 张立昂主要吃的 两个棵的植物 跟那个长得很类似的 对 这个棵的 像河本棵的植物 还有这个 所草棵的这个植物 当然它也吃一些 豆棵的植物 黄豆 绿豆 那在三江园那也能有 也有 它甚至有 很多是中药材 比如像极豆 黄芹 因为这不同的 棵的植物 它含有的营养成分 是不一样的 这些主要是 补充纤维素 甚至有些糖类 但是豆棵的植物 很多是补充着蛋白 让它可能 豆棵植物 对藏领养来说 可能是让它长得 更胖 更那个 夹餐的 藏领养化到今天来讲 它的整个的 这个 无论从我们 生物学上讲 分类地位就很特殊 过去甚至都认为 它根本就不是 真正的灵养 你看它脚就不一样 你看那个 灵养的脚是什么样 它一般都不会 长藏灵那么老长 藏灵过去叫 独角兽 你从侧面看 它就是一根棍 它就很长长的 过去甚至管它 叫黑面兽 因为它雄性 脸是黑色的 是吧 非常的漂亮 而且过去的话 我们片子里说呢 它是 科系里是七万只 但是现在呢 整个藏灵的保护 非常的成功 我们片子里介绍 科系里的这个 索南达捷 它为了保护藏灵羊 而牺牲 所以过去呢 它曾经 有一段黑暗的历史 但是现在很光明 所以呢 三万头增长到十倍 现在将近四十万头 这个绝对 跟国家公园的建设 跟整个野生动保护 是相关的 比如说你坐在 那个火车上 你都能看到 千禧的藏灵 国家公园的建设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你要恢复野生动 对人的信任 所以未来我相信 随着我们国家公园建设 不断地推进 我相信我们和藏灵之间的距离 会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直到有一天 我们去驾着车 去看藏灵的时候 它就能在我们车边上 这就是我们保护到 最高的一个境界了 我们再来点现实的 藏灵阳前面讲到过了 明星物种 那大家去那儿呢 有什么禁忌没有 很多朋友吧 就是一见到藏灵阳 就是哇 太萌了 太喜欢了 他就会把他随身带的 这些吃的羊 就会随手扔过去 但是扔过去呢 这些藏灵阳也会吃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就会发现 藏灵阳就会拉肚子啊 所以在这里就是 温馨提示下 所有的这个游客 然后或者即将要去的 这些游客啊 真的是对藏灵阳的喜欢 就是看他们就好了 有的时候 对他们的这种头胃 反而对他们是一种伤害 刚刚说到那个 保护藏灵阳 它的一个野性 其实索南达姐保护站 在这方面 他们从一个特别小的藏灵阳 完了之后喂奶 把他们喂到一岁之后 就会把他们放到一个 非常自然的一个圈里 然后一岁的藏灵阳 在一个圈 等到他们再长大一岁 就会再给他们 放一个圈 再长大一岁 根据他们自身的情况 然后慢慢培养他的野性 最终再把他们放归 所以我觉得这个 对于藏灵阳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你连去动物园都不允许你随便投喂 更何况你去到的 或者接近的是国家公园的 下面给我引荐的这几位 专心的研究草 二十多年 真是树叶有专攻啊 去探访一下 在三江园 牧民赖以生存的方式 就是放牧 所以草地的质量 也关系到他们的生产与生活 而草地作为生态链最底端 且最为重要的一环 也是维护三江园生物多样性 生态功能的重要因素 在过去 三江园草地生态系统 遭到过极大的破坏 加上风石 水石 暖干气候等自然因素 沙化的土地 在自然情况下 需要二十年 才能恢复以往的如荫绿草 因此草地恢复 成为了三江园生态系统里 重中之重的艰巨任务 今天我们的主人公 便是有着草原博士称号的 董全民 这里就是董全民 进行草种培育的实验基地了 为了培育出优质草种 它在这里一待 就是二十多年 三江园的草种培育 非常麻烦 培育一种适合这里生长的草 就需要十余年的研究 所以每一个优质的草种 都凝聚着科研人员们的精力和心血 我们在这儿做了一个适应性的评价 放牧梯度 一个对照 就是轻度放牧 中度放牧 重度放牧 核部放牧 这儿就是咱们的中度放牧区 对 这是我们的中度放牧样的 你这个所从看的话 要比那个轻度也好 那个重度也好 对照也好 整体的草的状况要有好得多 对 是 而且我发现好像草的种类也更多一些 是吧 我们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了 在中度放牧条件下 在一公顷的草地 也就是一万平米的草地上 放牧一点不质量 不但能够维持草地 比较高的生物动作性 还能提高草地的生产力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中度干扰灵动和补偿性生长 现如今 董全民带领着团队 通过指导推广天然草地补波 改良了1179万亩 并恢复了522.89万亩的黑土摊 他们将慢慢草原 带回了这片苍茫天地 这片天地依旧风吹草地 现牛羊 我们发现 在不同梯度的放牧测试区内 都有一个这种不锈钢的小筛网 那么问题来了 你们知道这个小筛网 它是做什么用的吗 刘普佑发现好玩意儿了是吧 是 你用手比划一下有多大 就这么大 是不锈钢的吗 对 不锈钢的 就是有很多小孔 小筛网 它是干什么用的 谁来回答一下 我猜 它是方便乘那个动物的粪便的 省得用手去拿 它就直接就是一个网 就给它网起来了 它只有这么小 也可以吧 这么小它够吗 这马桶太小了吧 可能就是 把它的粪便进行一个过滤 我刚刚看到 那个筛子里好像有草或者羊毛 所以我觉得会不会是过筛那个草的 什么东西是需要有大有小 还要筛掉呢 它有可能是草子 因为你想草它生长的年份越高 所以它就可能会越大 那有些长得太小的那些 其实就没有什么研究的价值 它那个草子呢 长得也不算成熟 就还不如给它就筛下去 让它在土地里面继续生长 然后长草 大的那些就是我们可以研究 看它这个草场都通过中度放牧 中度放牧 然后有没有什么研究价值 刘浦现场给大家解释 其实我们这个不锈钢的小筛网呢 它就是为了收集种子和昆虫 方便为了做后续的一些研究 为了更好的保护当地的生态平衡 这片草地里有哪些草 就通过种子它会发现 还有哪些昆虫 它也会做一定的研究 所以真的是有 它实际操作意义 是 我们很直观的刚才看到了 过度放牧之后严重的后果 而且这是你看到的场景 它什么时候能恢复 这恐怕是一件挺艰难的事情 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沙化 土地退化的问题 造成土地沙化的原因 可以大概各有两大类 首先我们叫自然的因素 全球气候的变暖 造成局部的降水 就会减少 变干旱了 甚至有一些是坟风 它那个热风会刮过以后 草全部都被焊死了 第二个就是人物的因素 人物因素有很多了 包括过度的放牧 过度的采蛙 第三个就是我们不合理的 这种经营的方式 有的时候这个地方本身是草地 我们老觉得要造林 老想到这个种上几个树 树它对水的耗费量 比草原也要多得多 青藏高原这个植被 是世界上目前最最脆弱的植被 它那个地方很冷 它植物要生长 条件太苛刻 如果这个高原生态系统破坏以后 这些植物就没处可去了 目前就是国际上这个对生态系统的保护里边 高原生态系统是最最危险最脆弱的 没错没错 破坏起来很快 但恢复起来好难 很漫长很漫长 他们研究了二十多年 您能够知道各种的这个辛苦吗 是的非常非常辛苦 是吧 向您致敬 向您致敬 刚才我们从这个小不锈钢盆开始说起 实际上你在收集的过程当中 它不管是草子 昆虫 它是研究整个当地的一个生态环境 生态是什么意思 就是生物加环境 你必须要搞清楚生物本身 又要搞清楚生物和环境之间的一个关系 这就是生态学 地球上有热的地方 就一定得有冷的地方 有高海拔的地方就有那玛利亚的海沟 有湿的地方也一定会有干的地方 沙漠它也是一个生态系统 我们也不要说刻意说 过去我们总喊口号要改造自然 今天我们用生态学的观点会发现 其实改造自然不如改造你自己 你要多学点科学 你要多懂点生态学 多看点动来了 你才能够有点知识的储备 好 我们继续我们的旅程 刚才看到了很多地上跑的羊啊 草啊之类的对吧 抬头看看天吧 在三江园国家公园 尤其是在黄河园区 有很多的鸟类 那里又被称为鸟类的天堂 哇哦 搬头燕还有秃旧 还有猎笋什么的 那今天给大家看一个不太一样的 名字就霸气 大狂 众鸟高飞进 孤云独去闲 相看亮不艳 唯有黄河园 相信通过刚刚改编的这首李白的诗啊 大家已经感受到了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三江园国家公园 黄河园园区的黄河湘 这里是鸟类的天堂 天然沼泽 湖泊广布 高原湿地的环境 为鸟类繁衍生息 提供了有力条件 这里聚集栖息着26种鸟类 其中水鸟20种 共有18万余只 所以大家今天就和我一起 在鸟类的天堂一起翱翔吧 那在旁边呢 看到有一位大哥 正在给这些鸟类喂食 它呢就是咱们黄河湘 生态环境管护站的管护员 嘉阳大哥 嘉阳大哥你好 你好 正在给这些鸟类喂食呢 是吗 对 喂的这是什么鸟类呢 大狂 大狂 这就是大狂啊 对 哇 它在跟我们打招呼 对 你好 它会咬人吗 不会 大狂是鹰科狂鼠的鸟类 身形在鸟类里算是大哥大了 属于大型猛禽 由于地震等地质灾害 大狂的窝遭受损坏 为了帮助它们渡过难关 黄河湘的管护员们会投喂一些牛肉 使它们免受饥饿 大狂平均每天吃那个四个熟兔 熟兔它经常是要在这个大草原上就是钻洞是吗 对对对 经常钻洞的话反而会让这片草原杀质化 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熟兔减少的话 整个这个操场恢复压保护的力量高一点 那咱们现在这个大狂在咱们这大概有多少只 只说有两千多只 两千多只啊 然后每一只每天吃四只左右的熟兔 那两千只乘以四也就是八千是吗 对八千多只 每天就会消灭掉八千只的熟兔 对 所以它就可以很好地起到这个保护这边 地质环境的一个作用 对对 还有它前面的这个窝场 它这边的那些垃圾 你看这个绳子呀 这些那个塑料呀 那些手指手套呀 这些全部它这样建过来的话 它对整个环境的一个消遇史 它建的窝都是用当地的就地上的一些垃圾啊什么的 去建建造它自己的窝 所以大鹏真的是保护生态小能手了 对对 为你们点赞 高原鼠兔繁殖迅速 生命力顽强 热衷于打地洞 造成土质疏松 以它们为主的草原鼠害 是导致草原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个时候 草原生态小帮手大狂就出手相助了 大狂吃鼠兔 稳定压制了鼠兔数量的疯狂增长 大大减少了草原杀化的情况 不仅如此 大狂在建造自己窝的时候 还喜欢捡一些垃圾回来 为自己的小家增添家具 这样爱护环境的大狂 你们爱了吗 那它一般都建在哪呢 那把窝 建在那个顶杆上 顶杆上 那咱们去看一下 可以吗 谢谢 好嘞好嘞 拜拜大狂 这就是咱们的大狂的窝是吗 对 这是我们加工的 可是这个是好矮啊 那我能上去看看吗 行 哇 原来大狂的窝是这个样子的 上面有好多的树枝草边 还有这种塑料袋 这是大狂的被子 靠谱吧 这个大狂的窝在这个顶杆上面 那个马多527.4地震之后 它的窝掉在这个地下 掉地上了 碎了 他们管护员们还把这些单油 那个狼牙 然后那个藏护员那些破坏 管护员组织之后 这个黄黑员这个保护区里 我们这样的大狂的窝 就加工了80多个 真的感谢所有的管护人员 给了大狂这么一个安全 温暖而又坚固的家 其实保护野生动物 就是保护生态环境 也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好了 到这儿又来考考大家 我们的大狂孵化雏鸟 是由雄性大狂和雌性大狂 共同来完成的 你们觉得这是真的吗 来 做出自己的判断 是真的吗 我就觉得应该有可能是共同的 因为那高原地区很冷 一只大狂的体温可能不太够 所以它有可能两个一起的话 就会更暖和 就能让那个蛋更快孵出来 我觉得它这个说得很有道理 它可能不只是为了温度之类的 我觉得一个家里面就像我们也对我爸爸妈妈一样 他们可能就是孵化也需要两个人共同合作完成 不能光一个人那也累得慌 一个人弄不了 太难了 太难了 因为我们家是有养鸽子的 据我观察鸽子都是 如果父亲出去找食就是母亲趴窝 有的时候母亲出去找食就是父亲趴窝 所以我觉得大狂也是有可能是这样的 你胆也够大的 拿鸽子比大狂 不过有的这么一想 所有你经历的一切 包括今天此时此刻 都是一个成长的机会 叫你收获得更多一点 绝大多数猛禽 其实都是一夫一妻制的 所以雌雄会共同补育后代 猛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最重要一点 他本身就是食物链顶端 实际上他的成活率也好 或者他的产卵的量也好 各方面他都是比较少的 他不少就麻烦了 没法多遍地猛禽的受不了了 对 那些捕食者相对来讲 种群数量 他会有一个自我调节的机制 比如说他生的蛋很有限 像大狂来讲 一般就是三个或者四个 因为他的一窝的那些雏鸟 他还要竞争 对 可能他们直接就是同类相残 相残了 这就导致最终能活下来的 可能就是一只两只 因为那个环境下 有树的地方很少 它都是草 能让它繁殖的场所很有限 所以它要依赖这个环境 才能够繁衍 没错 加上它本来有宾威 它有繁殖的条件又不够 所以现在人工去增加一些应价 让它有这个繁殖的一个基础的条件 所以这都是我们那些保护措施 然后让它种群恢复 刚才大家都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那个广护园那大哥 他那工作也不容易 而且好像能看到 他对这种动物大筐 是真的有一份爱的 这是广护园 我们还有巡护园 我们记录过好多巡护园的生活 他们有的游走在密林间 有的穿行在雪原中 工作条件相当艰苦 而且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危险 那么接下来要大家看的是一队 也是巡护园巡护队 他们要显得英姿洒爽得多 跨下骑着骏马 一路奔驰 多帅呀 但是你也可以想象到多苦啊 来体验一下他们的日常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非常靠谱的刘浦 来看看今天带大家来到的是 三江园国家公园 长江园区的智多县的索家乡 今天到这里还有一个 独特的职业体验 马背巡护园 接下来大家就和我一起来找一下 即将和我一起去巡护的小伙伴 走吧 你们好 扎新的嘞 这边过来 他今天我有点太激动了 咱们这现在已经是在做准备工作了是吗 对 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这都装了些什么呀 就是这些帐篷的东西 这路上吃的 这是路上吃的 对 还有饼子和还有肉就下面有 这是我们 一些吃的喝的 就是对 这边呢 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就这个白帐篷 晚上盖的水再进 那个绳子拌一下 那是雨风 晚上夹给过 晚上有帐篷 还有就这个帐篷 帐篷 这个不盖的话 晚上我们冷死 那咱们学乎的路线是什么 是按照什么样的方向去学乎呢 在我们方向是去东边走 东边的话就那个动物 所以多一点 那我们就边走边看了 加油 这是一群牧民民兵群众自发组织的团队 他们创造了一份独特的辛苦之夜 马背上的寻护员 他们不求回报 只为生活在这片广阔山川的生灵们 保驾护航 这里始终存在着 他们身骑骑马的坚持身影 这边我看到刚好有 有好多这些粪便 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好 好嘞 这是什么粪便 这是藏羚羊的粪便 藏羚羊的粪便 OK 这怎么粪便出来的 粪便它 这地上一菜的话就这样一味 你看动动 它们就吃这个草 对 所以在这个草这儿有这个粪便的话 就证明它就在附近 对 藏羚羊 那我们这样贸然去找 会不会吓到它们 其上马祖的话它们不怕 它们不害怕是吗 它们习惯着 它们的生活习性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早上太阳一出来的时候 它们又下来上上一下去 再吃个草喝个水 这些转机前 然后再往上太阳一黑的话 它们上去了 上上过去 那咱们再往前找一找 好 好 走 走 走 咱们就这里上过去 再往上走走 对 咱们这边算三江园的长江园区对吧 对是长江园区 像这一片园区一般都会有哪些动物 有多多 还有就这些熊 还有山羊 山羊 对 其他动物都还有去那个杂林羊也有吧 还有雪豹 你看这么多的熊都你见着吧 哇 看那个印还挺清晰的 再接触于完全做的话 好像熊看见了 天哪 那这个熊会在哪里呢 你看 你看 你看熊东是就那个 你看 哇 真的 熊就在那吗 对 晚上睡在那里 它就睡在那里 对 它可以跑上去吗 那么陡 可以跑 我们也不怕它 它也不怕我们 它也不怕我们 就是熊回去就行了 那平时它一般都怎么出来迷食呢 它晚上再去出来 然后就 盖帐篷的家里去一下 去那个牛羊吃 主人不生气吗 有点生气也没办法吧 在它喜欢吃肉吧 所以就让这些熊吃就吃了 对 也想到保护了它们 OK 对 除了正常的熊虎 外它们还购买了摄影器材 充当起了摄影师 记录着三江园神秘的一面 把三江园的动物们更多地展现给了世人 白天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上巡护 已经让我感觉到非常疲惫了 而晚上更加恶劣的条件 再一次让我感受到这份 这份感觉千辛与特意 说实话这份真的太冷了 现在是高原大概多少 4600左右吧 4600左右啊 平时咱们过夜就这样过吗 对对对 就这样过 那如果夏天呢 夏天是不是会好一些 夏天就没想到我们有这么地本 就能有大雨天或者暴风雨 夏天这个天气的话 有时候会下雪 夏天但是我觉得会应该会有很多动物来出没吧 对对对 有遇到过吗 遇到过有熊 有熊 对对对 有熊 什么熊 那你们是怎么保护自己的呢 遇到这种 我们是用藏熬来保护自己的 用藏熬 对对对 夏天自己会带藏熬 自己带自己羊 天哪 这么恶劣的环境下 风餐露宿的 但是我们依然没有放弃 依然坚持下去 就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撑着你 这边草原养育的我们 我们也要保护它 爱护它 只有我们的家乡原来也好 所以我们也才能越来越好 为他们点赞 可以想象界 在当时的场景晚上能有多冷 高原地区的昼夜 温差呀 那个是你难以想象的 冷啊 太冷了 现在我都还感觉到 看着还觉得冷 咱们就是这个冷来出一道题 你们知道 牧民在寻护时 主要的取暖材料 有哪些吗 那请回答这个问题 举手 紫禁 你来说一说 用火取暖 好棒呀 觉得两个东西吧 就是一个是那个草 这肯定是这个东西 草 另外一个就是我知道 好像之前是在藏区 他们会拿那个粪便 牛粪 它出现了 我还是想说是粪呢 那如果他们捡到熊的 那应该很大一块吧 就可以烧很久 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烧的这个东西确实是 牛粪 叶博士 您给讲讲 它真的能产生明火吗 为什么又恰恰得是牛粪呢 可以的 其实这个牛吃草以后 它这个消化的效率 比较低 它很多的这种有机质 它没有完全给消化掉 同时大家知道 牛粪里边 它这个应该是非常疏松的 气孔非常多 所以它的氧气 也是非常充分地给它和合 所以它有明火 是比较容易的 我们的巡护员 放了一堆的牛粪 先架起来 中间就是留一个空隙 然后里面会放一个 他们随身携带的 可燃的这种酒精来助燃 那个牛粪就非常的易燃嘛 就一下子就起来了 起来了之后 他们就会在边上再围一圈 然后每个人身边还会放几块 就是看到火快小了 如果很冷的话 就慢慢地随便加一个 它那个热量 你是切身感受到的 切身感受到的 因为他们可能是为了照顾我 因为我太冷了当时 然后他们可能就会把火 架得有点大 这边走到的地方是天边的锁家 海拔差不多四千八 然后我们每个人 其实都精疲力尽了 到那边高反非常的严重 然后我更是不停地在吸氧 其实他们也很辛苦 但是他们依然很乐观 也是被他们精神所感动 我觉得又燃起了这个斗志 我们短片当中呈现的这对人马 那是他们的家乡 这份情感是不一样的 不是 咱们之前就曾经讨论过 人知道要保护动物 但是也有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 就是人得生存 得生活 而且应该生活得更好一些 那像国家公园的建立 这些问题 以您的设想应该如何去考量呢 其实这个国际上 有非常多的成功经验 在1872年创立了地球上 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国家公园 就是黄石国家公园 我们国家最早的一个国家公园 是1984年 我国台湾省建的肯丁国家公园 严格讲从2015年以后 国家才真正实施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一个建立 实际上它就是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的组成部分 实际上这些绿水金山 它所守护的呢 是我们一方面赖与生存的 基本的条件 环境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是我们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 而你的生态旅游 你的消费 能够直接给当地老百姓 带来实惠 我们能够让这些呢 人和自然也好 人和野生动物也好 它是可以相互和谐的 所以这就是国家公园的 最重要的意义 而它呢 关乎到整个国家 民族 社会 未来的发展 所以希望大家热爱我们的国家公园 热爱我们的保护地 建立国家公园 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结果 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需要大家通力配合 虽然任重道远 但前途光明 感谢每一位选手 感谢你们的倾听 辛苦了 感谢我们的专家 感谢你们的讲解和分享 此外 还要感谢 刚才我们透过屏幕看到的 真正工作在一线的那些 动物保护者 环境保护者们 以及科研工作者们 你们的坚守 我们看到了 另外 还要感谢我们的先辈 这么大的国土 还有这么几片净土留给我们 我们真的有义务 好好地保护他们 把它留给我们的子孙 此外 我们还要感谢 国家林业与草原局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记住 每个生命都有尊严 爱事正大 无私的奉献 不看不知道 祝日将其料 保持好心情 我们下周再见 爱是人类最美丽的语言 爱是真的无私的奉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